其實謝長廷的一番話 已經非常嚴重的喪權入國 而且呢 他的話是在國外 以中華民國大使的身份 公然侮辱我們國家 對於這種非常不適任 滿嘴胡說八道 甚至於為了幫日本人說相 不惜說謊 栽贓自己國家 對於這麼不適任的駐日代表 怎麼還不趕快讓他卸任下台呢 謝長廷臉比厚的狠啊 他哪裡有要負起任何的責任 專業的立場說明這件事情 謝大使他怎麼說明 是他站在外交立場 這個我基本上 我真的是我沒有智慧的餘地 但是他講的內容 跟你講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沒有幫他還假的意思 這個我不知道這件事 這原則會有認證說他也不是錯誤的 就是說台灣的核對選擇 我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不知道這件事 說不知道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 我是真的不知道 許國勇假裝聽不見 假裝不知道 因為許國勇殺了子弟兵的 許國勇怎麼去扮他 拉拔他 提拔他的老大 謝老大呢 然後他說錯的話 因為他污止台電過去也曾經排放穿廢水 所以才導致台灣有避鯛魚嘛 這完全就是胡說八道 根本不是事實 那台電可以去告他啊 台電會告他嗎 台電敢告他嗎 不敢嘛 所以沒有人告他他去哪裡負法律責任呢 沒有人起訴他沒有人辦他 他去哪裡負法律責任呢 但是不要忘記他是政治任命的大使 他代表的是中華民國 他不但沒有替我們台灣爭取權益 向日本人挺起腰杆來爭取我們應該有的權益 他反而在日本詆毀中華民國的國域 什麼叫做我們自己的核電廠也亂排放污水 然後還造成這個魚類的這種畸形 完全胡說八道 無中生有 這麼不適任的官員 蔡英文早就應該把他調回來讓他下台換人了 這是蔡英文也要負起責任 其實謝長廷的一番話已經非常嚴重的喪權入國 而且呢他的話是在國外以中華民國大使的身份 公然侮辱我們國家 對於這種非常不適任 滿嘴胡說八道 甚至於為了幫日本人說相 不惜說謊 栽贓自己國家 對於這麼不適任的駐日代表 怎麼還不趕快讓他卸任下台呢 謝長廷臉皮厚得很啊 他哪裡有要負起任何的責任 他知道沒有人敢辦他啊 他更不會負起政治責任的啊 所以這就是總統 這是你總統派的人耶 這是總統任命的人耶 蔡英文不要再躲起來 不要再身影 一定要立即處理這個不適任的 幫助日本喪權辱國的謝長廷 關心裡面 你更加不幸的 請教練 吧 謝謝